大家好,我是安家纽约城东 今天的视频我来再次聚焦纽约本地华人非常关注的史丹敦岛的房地产 那么记得去年的一期视频 我首次把过去很容易被忽视的纽约行政区之一的史丹敦岛介绍给大家 那么当时的一些评论对史丹敦岛是否是华人购房的一个热门的选择 还有一些争议 将近一年的时间以后事实证明史丹敦岛是纽约过去一年最火爆的购房市场 那么也是到岛上买房的华人买家最为焦虑和有紧迫感的一年 当时随着房价的节节攀升 自己的购房预算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我认识的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记得一位买家告诉我 他看中的一套新建的一家庭的房子 当时的交价是80万 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的余地 卖方只给他两天的时间找律师签约 否则他就要失去签约权 那么这是去年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但是一年后的今天 史丹敦岛的房市又开始出现了逆转 由于利息攀升 原来火爆的房市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所以很多人就在猜测 史丹敦岛的房子是不是要泡沫化了 那么之前的买家相互竞价让房价虚高 那么下半年的房价是不是会大跌呢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 史丹敦的房产最近一两年的走向 未来的房价会如何变化 会有泡沫吗 尤其我们华人是否应该继续的看好 史丹敦岛的房产呢 那么这期有不少的干货 记得要点赞收藏多看几遍 而且一定要看到最后 可能有你意想不到的结果 史丹敦岛的房产之所以最近两三年被华人青睐 成为本地华人的购房的热点 关键就在于它的低房价 史丹敦岛的房产一向被认为是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华人买家的备选方案 那么如果自己的购房预算足够 一般还是会愿意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买房 但是随着这两个行政区的房价高不可攀 那么一些预算有限的买家便跨水而来 因为相同的预算可以在岛上买到更新更大的房子 那么这是很多华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主动的选择 促使最近一年大量的华人在史丹敦岛买房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 随着疫情过后适合华人的生活配套设施和商家 在岛上一下子像雨后春笋般出现 打消了过去人们认为住在岛上生活不太方便的顾虑 我最近几次到岛上来看房 给我最强烈的冲击就是 曾经被我认为最有潜力成为岛上唐人街的New Dob这个区域 一下子出现了很多华人开的餐厅和奶茶店 之前这条街上为数不多的华人的商家 像宝岛餐厅99火锅 那么不仅在疫情期间没有倒闭 现在生意可以说是好的不得了 那么同时最近周围起码又开了不下五家的华人奶茶店和餐厅 像Vivi奶茶店春阳茶室 那么最欣喜的就是Prince Tea House皇家茶室现在也开到了岛上了 另外有多家华人医生组成的大型的医疗诊所 也在最繁华的Helen Brauva上面开业了 最新的消息是一家华人连锁超市 也在New Dob和Helen Brauva交界处要租下一个10万多尺的空间 作为岛上的第一家华人大型超市 准备在今年9月份正式的营业 我们知道过去也有一个华人的超市 但是它设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而且当时的人口不多 所以当时没有做起来这个超市 那么关于岛上还有哪些新的华人商家出现 希望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也告诉大家 那么史丹敦岛的房价从2021年的夏季 一路攀升到2022年的第一季度 2021年的5月份岛上的房价的中位数 首次突破了60万元 那么之后就一路没有跌下来过 直到2021年4月份 房价的中位数达到了峰值67万元 说一个我身边真实的一个例子 一个开发商在2021年1月份的时候 在同一个地块建了两栋一家庭的新房 最早放在市场上的一栋标价是74万5 那么很快就被我的客户被牵走了 那么到了2021年的5月份 另外一栋房子也上市了 标价就提到了78万5 那么比之前多了3万5 但是很快它又把这个房源拿下市场了 到12月份的时候重新放在市场标价是87万5 就在一年当中一头一尾 你看同一个房子差价13万 那么从这个房源的价格的变化 你就可以看到岛上房市当时有多么的火爆 这样的房价上涨的速度 让一些原来以为我五六十万的预算 就可以轻松的在岛上买到一个像样的 一家庭房子的这种华人买家就显得非常的焦虑 而且即使你要加入这个购房的大军和别人去竞争抢房 又是一个非常让人心力交瘁的事情 但是岛上的这种房产的形式在今年的6月份出现了翻转 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利率的攀升 虽然从今年的第一季度开始房贷的利率已经开始上涨了 但是在第一季度利率基本上还能维持在4%到5%之间 所以很多的买家是抱着赶最后一班车的心态抓紧入市 但是到了6月9号 连准会一下子把这个基准利率提高了3码 房贷利率就瞬间攀升到6%以上 所以这之后购房的市场就像原先高速行驶的汽车 马上就减速了下来 而且我知道不少的华人买家在岛上买房 是用不查收入的贷款的 所以这样的贷款的利率就会更高一些 目前我能看到的是单吨岛房产的最新的数据是5月份的 那由于我们知道这个交易的数据体现的是前几个月的千月的情况 因此并不能反映当下市场的最新的情况 但是还是能够看出一些趋势的 比如说岛上的房价的中位数从4月份的67万降到了5月份的64万 库存的供应量也从2月份的1.6个月延长到5月份的3.1个月 这说明岛上的房产的交易的速度开始放缓了 房价也开始下调 所以很多人就会来问我说 那么史丹敦岛上的房市之前显得过热和不理性 所以未来会不会出现这个房市的泡沫 房价会大跌 我觉得这种判断过于夸大了目前房市的实际的情况 目前影响纽约房市的最大的因素就是房贷利率升高 导致了购房成本提高 使得一些买家因为不符合贷款条件而被迫退出了购房市场 那么由于有一部分的买家是纯粹因为觉得利率比之前高了很多 心理上不是太平衡 不想再继续买房了 由于买家因为贷款利率升高导致买房的人数急剧的减少 因此市场上之前火爆的抢房的行为便会冷却下来 这会直接导致交易放缓 那么之前供需这种紧张的关系也会出现缓解 至于房价会不会下跌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注意的是首先出现房价下调或者下跌的是两种房源 一是那些在岛上比较偏远地区的房子或者是好区中的差房 原来这些房源条件本身就不是太好 但是跟着大形势涨价 但是现在买家少了 买家可以有更多的房源选择余地 那些偏远的房源或者状态比较差的房源就必须要主动的降价 其次就是我之前举的开发商的例子 趁着之前房市大好乱涨房价 涨幅严重超过平均水平的房源 也是必须要调整价格回到理性的房价的水平 我认为13吨岛的房价在未来的半年会出现温和下调的趋势 但是不是大幅的下跌 随着买家慢慢的适应当前的利率水平 刚需的买家还是会回到市场上继续买房的 而且我认为如果未来房贷的利率维持在6左右的水平 买家还是会认可接受的 因为从历史的长期来看 这样的利率水平是属于正常的利率状态 目前史丹敦岛上的好房源还是非常稀缺的 而且随着利率升高 二手房的卖家也不太愿意在这个时候把房源上市 因此优质的房源还是会维持在一个正常的价格水平 所以我对13吨岛房市的结论是 交易不会像一年前那么的火爆 买家少了 卖家也少了 房源的库存量还是会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但是这个房价会像气球漏气一样 慢慢的降回来一些 好 如果你去年在低利率的时候 已经在岛上买房的朋友就要恭喜你了 还没有买房的朋友可以继续的观察一下 最近的利率的走势 记得不要再去幻想还能出现去年三左右的利率了 看到好的房源还是可以果断的下手 因为竞争可能少了 你有更多充裕的时间来实施你的买房计划 好 非常感谢您收看我这期的视频 记得如果你喜欢的话 一定要订阅点赞 而且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个赞吧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 观看更多内容